这是震惊全国的911碎尸案 三男一女组成团伙 在全国各地疯狂作案 他们将漂亮的座台小姐姐 以出台为油片回家中 对其实时残忍的虐待后 逼问出银行卡密码 取出前后将这些女人全部杀掉 然而更恐怖的是 为了掩盖事件真相 他们竟将尸体进行分解 煮熟后剁成肉线 冲进下水道 靠着这种高端的碎尸手法 四人连续作案十余次 先后将十名软件硬化服务者残忍分尸 并从中获利两百余万 太凶残了 天理难容 这样的星手太残忍了 就是走到天涯海角 你得把他抓回来 然而当警方千里追凶 寻找几人的踪迹时 却发现他们犹如人间蒸发 彻底消失 直到十年后 以此意外 让几人的行踪彻底暴露 然而此时的四人 个个都是千万富翁 2002年9月份 在吉林省吉林市的某小区内 一名住户撕开嗓子破口大骂 原因就是自家的下水道堵住了 并且还从里面冒出肉线 此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不少人纷纷指责 谁家这么豪横 这么好的肉竟然冲下水道 然而当他们仔细一看 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个肉里 竟然混杂着黑色的毛发 和一些有颜色的指甲钙 很明显这些都不是动物身上所有的 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大对劲 有邻居立刻报警 警方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法医通过检测 确认下水道里冒出来的肉线 是来自于人类 一时间所有人都吓成了孙子 然而接下来法医给出的结论 会让这些居民冷汗直流 因为这些肉线并非来自一人身上 而是两人 并且还是女人 随即警方立刻将整栋楼封锁 并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 当民警来到六楼时 一户人家大门紧闭 并且敲门没有任何反应 虽然不排除家里暂时没人 但警方更害怕里面藏着真正的罪犯 于是在物业的帮助下 警方强行破开了大门 然而门刚被打开 眼前的一幕让所有民警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两个头颅摆放在桌面 地上满是血迹与碎肉 旁边一台碎肉机里还装着一半肉线 很明显 这里正是第一案发现场 然而这里住的人却早已不知去向 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 两名死者都是夜店的外卖人员 两人的银行卡被驱走十六万后不翼而飞 随即从房东这边了解到 这里面住了三男一女 名字分别为张玉良 杨树斌 吴洪业 吉洪姐 那么现在几人到底去了哪里呢 据邻居所回忆 当时楼下发现下水稻堵住后 张玉良曾出现在人群中 并且还大声质问是谁家这么浪费 把这么好的肉冲进下水道 然而当有人报警后 此人就从人群中消失 由此警方怀疑 几人已经在警方赶来之前早已逃之遥遥 接下来警方在整个吉林撒下一张大网 试图找到几人的行踪 可由于当时是2002年 在没有高科技的加持下 警方犹如大海捞针 可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时 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 几名嫌疑人在各省份疯狂作案 先后在深圳 泰州 嘉兴等地连续作案无起 他们都是以调棒为由 将这些软件硬化工作者带回家中 取走他们所有钱后 将其残忍杀害并碎成肉渣 从这些受害的女性中 民警了解到 他们在这段时间曾杀害过10名女孩 取走卡里的钱合计超200万 然而从此之后 几人便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 就连他们的家人也离奇不见 这让警方一头雾水 当时这起案件几乎惊动全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也被人们所遗忘 直到十年后 一位哈尔滨民警在公安网里随便浏览时 发现了嫌疑人杨树斌 吴洪业 竟是他小时候的发小 当时这位民警非常震惊 他无法想象这个近20年没见的发小 竟会是如此一桩大案的嫌疑人 于是他决定 一定要将两个发小给绳之以法 由于嫌疑人与他是老乡 他开始回到乡里 对村民进行仔细的排查 很快一条线索浮出水面 据嫌疑人杨树斌一位远方亲戚所讲 几年前 杨树斌的弟弟杨树凯 曾回到老家看过一次病 当时病例上写的名字 好像是王学凯 得到这个消息 民警们赶紧进入公安网 对全国叫王学凯名字的人 进行仔细比对 很快他们找到了消失十年的杨树斌 但让警方疑惑的是 此人不仅改了名字 连户籍地也变更到了 内蒙古包头时 随即警方对杨树斌的户籍地 暗中调查 很快其余三人也出现在警方事件 无一例外 四人姓名全患 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的企业家 做着正当生意 而且各个身价都超千万 这不禁让半民警觉的讽刺 随即确认几人住职后 警方连夜收网 将四人全部抓获 然而在面对警方摆出铝合金一样的证据时 张玉良、吴洪叶、吉洪杰都如是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件 只有为首的杨树斌死活不承认 直到他的那名发小出现在了审讯室 或许是无法面对这个儿时的伙伴 最终他低下了头 交代出了所有的事实 原来 张玉良、杨树斌、吴洪叶三人 在2002年前 藏使红灯区的常客 在这里他们认识了吉洪杰 吉洪杰当时是在一家夜店 做着造福评论区男粉丝的工作 几人熟悉过后 开始计划着一盘大棋 他们先是让吉洪杰 以小姐身份进入这些夜总会 接着暗中调查 找到哪个小姐姐生意最好挣得最多 几天后 两名男同伙穿金带银地走进这家夜总会 并点了两个小姐姐 此时两位好姐妹还以为自己遇到了出手阔绰的金主 便跟着两人回到了出租屋 然而当门一打开 两人愣住了 因为他们的同事吉洪杰出陷在了房间里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两人便被这三男一女给绑了起来 随后几人拿起棍棒 对着两位无辜的女孩一顿猛抽 接着询问他们银行卡密码 此时的两人吓坏了 为了活命 他们只能说出密码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许到前后 这四人并未想过放过他们 而是要将他们彻底灭口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一旦留下活口 那自己的好日子也就快到头了 于是将两名无辜的女孩直接杀害 接着用菜刀 一刀一刀拼下皮肉 放进高压锅煮熟后 再用绞肉机绞成肉馅 最后再通过下水道 冲进污水池 试图用这种方法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 然而千算万算他们没有算到 这栋楼的下水道 年久时休 经常出现堵塞的现象 这些碎肉还没留进污水池 就全部冲到了楼下邻居家里 并被发现这是人肉报了警 意识到石井可能败露 四人来不及处理剩下的尸体 赶紧仓皇逃跑 期间四人兵分两路 一路人去往浙江泰州 另一路人往内蒙包头方向逃窜 并且他们还商量好 在逃跑的过程中继续作案 就这样之后他们连续作案六起 最终在包头会合 此时的几人心智 如此下去绝对会被警方发现 于是利用吉洪杰的美色 找到了一名官员 给四人搞了一个新的户籍信息 从此之后 几人拿着十位小姐姐 累死累活挣的二百万现金 开始在包头做正当生意 之后十年 他们的事业风生水起 挣到了不少钱 并且杨树斌与吉洪杰还结了婚 生下了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几人本以为 只要老老实实不犯案 就永远不会被警方察觉 然而他们却从未想过 一个时的发小 会将整个事件重新掀起 四人落网后 吴洪业因病在监狱中死亡 吉洪杰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杨树斌与张玉良都被判处了死刑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 2016年11月2日 杨树斌与张玉良在吉林市被执行了枪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斌与张玉良都被判处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斌与张玉良都被判处了